这一段要跟大家说明 PyCharm的下载及安装 这一串的英文 缩写叫做IDE 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叫做集成开发工具 或是整合开发环境 IDE里面一般包含这些工具 安装PyCharm之前 记得先安装PyCharm主程式 刚开始学习PyCharm 到底要用哪一个IDE 来编写代码 由于很多人都推荐使用PyCharm 使用PyCharm来编写代码 PyCharm在操作上 也是非常的容易及简单 所以大家可以将PyCharm下载及安装 PyCharm的下载网址 在这边 注意看一下这一串的英文 PyCharm forPyCharm 是什么意思? 纯PyCharm 纯PyCharm开发 切换到清单 切换到清单 PyCharm的执行的执行路径 这个是将PyCharm PyCharm的执行的执行路径 点击完成 点击完成 将PyCharm PyCharm 执行的捷径 放到快速存取 下方的资料夹 PyCharm 那讲解这个操作要蛮久的 所以 请大家参考 这两篇 里面的教学 这样桌面 才不会一大堆的东西 最后面 还是提醒大家 在安装的时候 这两个 记得打勾 好的 那这段的说明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耐心观看 此段教学 然后就不继续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